现在我们研究函数的另外一种 形态 叫做concave up和concave down 那么翻译上中文呢 就是开口朝上还是开口朝下 或者说是凹还是凸 那么它其实有很多种定义 我们说fx是concave up 我们concave up 这是开口朝上 这是concave down 这是up 这是down 那么有好几种定义 concave up 那么它的slope是增加的 Tangent line of slope of tangent line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 这snope line 它的snope of tangent line 一直在增加的 而这个是一直在减少的 那么反过来就是concave down 它这个snope 然后评是的 它的snope 它是slope 和 tangent line 或者有另外的方式来定义 那么我们有哪几种方式定义呢 一样的 我们concave up 就是它的tangent line is under the graph our concave down our tangent line is above the graph 那么还有一种定义的方式 什么呢 你看concave up是这种 concave down是这种 我们在这中间任意找两条线 找两点然后连成一线 我们看中点 中点跟函数这一点值 这两个线的中点和这个值 那么这两个线的中点 那么我们中间的这个点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这是看成这是x1 这个是x2 那么x1和x2之间的中 这个连线的中间点是2分之1 f x1加上fx2 这是他们的中间点的y的坐标 那么是大于 f2分之x1加上x2 这是第三种方式 那么第三种方式 是比较严格的定义的方式 它由此得出了一个 由此得出了另外一种 函数的定义 叫做convex function 这里我们不再展开来讲 那有不管有哪种方式定义 那么我们得出这样的定义 这样的定义 如果它的二阶导数大于0 那么函数本身是concave up的 因为它的一阶导数是增加的 也就是snove在增加嘛 concave up 通常我们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那么二阶导数小于0 那我们说fx它是concave down 我们通常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那也就是说 我们只需要用二阶导数来判断就可以了 第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 因为它slope在增加 所以我们直接得到它的一阶导数 一阶导数是增加的 一阶导数增 一阶导数增加 那么就是二阶导数大于0 好 那么一阶导数减少 那就得到的是二阶导数 二阶导数是一阶导数的导数嘛 小于0 好 那我们直接就看立体了 我们 find interverse on which fx 那例如说 我们等于3x的四次方 减上4x的三次方 concave up and down 我们来算一算 它在哪些地方是concave up 还有哪些地方是concave down 那我们只需要求二阶导数就知道了 fx的一阶导数是等于12x的三次方 减12x的平方 fx的二阶导数 那等于36x的平方 减24x这个比突然变了 那我们要找出二阶导数大于0或者小于0的点 那我们先把它等于0的点找出来 那么等于0的话 我们得到的是12x 那这是3x减2 等于0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x等于0和x等于三分之二 那我们像往常一样 我们把这两个点用这两个点把去整个时数 分成三个部分 这是0 这是三分之二 这边是二阶导数 这边是函数本身 那么x小于0 那我们可以带个 例如说x等于-1 x等于-1的话 这个这一部分是负的 这一部分是负的 所以这一部分是正的 所以函数在这一部分是concave up 所以函数在这一部分是concave up 那么在0和2分之二之间 例如说 带个1分之三分之一嘛 那么这一部分小于0 这一部分大于0 所以这里是小于 函数是concave down 再大于三分之二 你取1就可以了 都是大于 所以这是正的 所以这也是concave up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fx is concave up 在0到3分之二之间 好这是我们的函数在0到3分之二之间 好这是我们的函数在0到3分之二之间 另一个二阶导数去判断它是开口朝上还是开口朝下 那我们再看一个立体 如果fx是一个很特别的函数 x的三分之二 减x and out 找出 它是在哪些地方是增加 哪些地方是减少 这个函数它在有些地方它是不可导的 fx的一阶导数是三分之二 x的负三分之一减一 fx的二阶导数它是负的九分之二 x的负的三分之四 所以它没有等于0的点 但是它不存在的点 我们要把不存在的点找出来 在x等于0是不存在的 那我们就只有10为界分成两部分 那么负的三分之四 这是负的 负的三分之四 它是等于什么呢 负的九分之二 我们可以写成是x的四次方再开三次更好分之一 那么这个永远是大于0 这一部分永远是大于0的 所以它的二阶导数在这两部分都是小于0 所以它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说 所以说fx是concave concave down 再来一点 从负无穷大到0 和0到真无穷大 但是在0这一点 它是 这个函数本身是不可导的 它是个尖点 但是应该是个尖点 我们画出来个图形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我们说fx 它是等于一个log 根号下x平方加上4 好 我们来找出它在哪些地方是concave up 哪些地方是concave down 那我们看它的一阶导数 其实这个函数本身啊 我们先把它写成简单的 它实际上是1 2 logx平方加上4 所以fx的导数 它是等于2分之1 乘上x平方加4分之2x 它是等于x平方加4分之2 啊不是 加4分之x 那它的二阶导数 它是等于x平方加4的平方 那么是x平方加上4 减去2x平方 分子的导数 分子乘上分母 减去分母乘成分分子 乘成分母的导数 它是等于 4 减上x平方 这是x平方加上4的平方 分母永远大于0 它的二阶导数等于0 我们得到x等于正负2 2 那我们把正负2 把它这个实数轴分成三个部分 那么在x小于负2的部分 那么这是负的 所以这是concave down 那么在负2到2这一部分是正的 你可以带个值进去啊 所以这是concave up 这一部分又是concave down 所以我们说fx isconcave up 从负2到2 isconcave down 在哪些呢 在负5穷大到负2 并上从2到正负5穷大 这就是我们 确定它的凹凸性 或者是开口朝上开口朝下 它的判断方式 用二阶导数来判断